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妈发现一款魔法药水 喝一口不仅能年轻二十岁还能长生不老的故事 阿玲是酒吧里的当红歌手 她和梅子是一对假闺蜜 表面上和和气气 失责阿玲对梅子的丈夫小强心思龌龊 忍受不了阿玲的风情万种 小强抛弃了妻子 和阿玲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在遭遇丈夫和闺蜜的背叛之后 梅子一蹶不振 她成了一个样貌丑陋的老肥婆 而另一边随着时光的流逝 阿玲也变得苍老了很多 色迷心窍的小强也开始和她发生争吵 一次聚会上 阿玲和小强无意间发现了容光焕发的梅子 两人简直不敢相信 于是三人间的纠歌戏正式开始了 为了报复闺蜜 梅子趁她不在的时候又去勾搭小强 显然花心的男人是受不了一丝诱惑的 小强很快又投入了梅子的怀抱 想要挽回小强必须狠下心来 阿玲来到一个神秘的城堡 这里的主人拿出一瓶魔法药水 声称只要喝下它 就能使肌肤光滑紧致 立马年轻二十岁 这么神奇的东西谁不想要啊 阿玲立马花高价买下了药水 喝下后她恢复成了年轻时风情万种的样子 回到家后她趾高气扬的数落之丈夫 显然此时的阿玲已经看不上这个花心的老男人了 两人僵持之下 小强顺手将她推下了楼 正当她以为对方已经断气时 阿玲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只是她的头和身体错位了 诡异的一幕差点把小强吓得尿裤子 只是发生了这件事后 她有所内疚 开始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阿玲整容 然而两人的私情很快就暴露了 梅子来到她家讨要说法 花心男两方都不想得罪 并不断地和梅子周旋 聊着聊着 两人就聊到了如何弄死阿玲 殊不知 这些话全被躲在后面的阿玲听见了 阿玲气不过自己被算计 就拿着枪把梅子轰下了水池 也正是因为这一枪 梅子发现了自己竟有不死之身 原来早在之前 她也去城堡喝过魔法药水 从水池中站起来后 梅子立马抡着铲子和阿玲宣战 阿玲的头被打进了肚子里 虽说最后被拔了出来 可是身体已经受损 以后只能靠手提着头发 脑袋才不会往下掉了 打累了 她俩就坐下来休息 谁知聊着聊着 双方竟然谈合了 果然女人心海底针啊 为了让小强永远帮她们修复身体 两人也准备让她喝魔法药水 可小强不愿再受女人摆布 便拒绝了 与此同时 喝了药水的阿玲和梅子 开始全身掉皮 两个人变成了苍老的丑女人 只能带着黑面纱出门了 最后 小强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而这对奇葩闺蜜 不小心掉下楼梯 被摔得粉身碎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飞跃长生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